因為陳文憲最近到高雄去 代言觀光 他最近提出了很多個點子 包括了12項愛情產業鏈的建議 愛和藥 無人機 送情書 徒頭 時尚街 博二 AI市集 賣菜狼網路版 草地音樂 解好多 打狗英國領事館 跨年煙火購物節 改造六合夜市 維夜市博覽會 物語子 佐餐酒大賽 高雄醫療觀光等等 提了非常非常多的觀光點子 因為他是2月份的觀光代言大使 在這一個陳文憲給高雄觀光的情書 這場記者會 連記者會都取成情書的名字 果然是愛情產業鏈 宣布他擔任2月的觀光大使 陳文憲提了一個點子 因為韓國瑜一直說 英文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陳文憲又填了點子 如果只會中文 英文不夠好 就算是傑出的天才 可能會被埋沒 所以他建議韓國瑜舉辦一個 全台灣縣市長的英文辯論比賽 韓國瑜說 他是不知道林志堅 林宥昌的英文實力 好不好 但是他知道 我是不會輸給柯P的 他的英文有新竹槍 怎麼那麼厲害 什麼是新竹槍 哪邊這個什麼槍什麼槍 這個龍界應該非常有研究 新竹槍的英文怎麼講 台灣的新竹鏈 我們就有研究了 英文還可以分台灣的地方 韓國的目光 他可以救國民黨 知識淵博 因為我知道陳文憲去高雄 不知道帶他一個阿姨 有很多人在阿姨等 想說什麼人要來 可能想說韓國的要來 結果是沒有來是等到陳文憲 他說沒有魚貨也好 現在貨還比魚貨漂亮 所以反正有很多人 你看他現在對一位二位就說每一個月 對白彬彬到陳文憲到後面 碰車車要來 就像說高雄 其實高雄現在並沒有實質收多少錢進來 沒有 比較高雄 那個高雄 there計 mit 那現在對白雲也給500 Millionen 55塊高雄 比我早開座還高雄 不然我們起家就開始 破通 所以我借戆 他們現在民進黨就說 我又在做買辦 我告訴你 我四年來 五年來 我賣兩萬三千幾黨的王來 這個宜總裁就是說 他們當時 我和食材這間店 六百元水果店而已 今年已經賣到四千元了 所以他本來要來買選 買極政的愛媛 結果那天來就要鋒胎 鋒胎你知道嗎 鮭姬鑽在鋒上 鋒胎來他會提早鋒 鋒起來之後你買多錢就沒辦法 所以當時說 還有什麼鮭姬 我就帶他去冠廟看王來 他吃到台隆十七盒 就我們現在說金鑽的王來 他說靠王來這麼好吃 第一刀差不多十七斗 這個纖米吃到不像孫子會刮 或是孫子的鋒胎 鋒胎有鋒味 但是綜綿很細就對了 他說靠他們海南跟台隆的鋒胎 吃到完全不一樣 看起來一樣 吃起來不一樣 他說這種鋒胎我有信心難買 所以當時去蓬這些鋒胎攏 因為我們知道中間 鋒胎現在在台隆 你怎麼一支賣多少 賣四十五塊的人民幣 一支台灣兩百塊的台幣 一支鋒胎 為什麼可以賣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來的 而且更適合鋒味 好油 又甜 比台隆更好吃 所以他對 離空一五年 賣四百二十五塊的海貴 兩千九百八十斗 離空一六年 六百九十九塊的海貴 五千八百九十斗 離空一千年 一千空五十塊的海貴 七千三百五十斗 離空一百年 一千塊的海貴 七千斗 大家就說 民進黨現在看我和這些農民 在補甘情 浩酸人 說賈洋街 還在學韓國路 都在用烤河騙譜 我想奇怪 在用烤河騙譜 你說烤銷 比較有可能 沒有兩萬幾檔 往來 對不對 台南往來幾檔而已 我說你們這個 高尖水雞亞龍煮台 如果你們再碰烘起來 就台北肉 你們就五百 還在關心台南 我們有說像關心台南 人家是從大鳥 一直買買到阿九 阿九 台南到大鳥 從賓洋 開始買到賓洞 這樣整個才有這些素量 而且我帶他們是 直接到賓洋去到訪人看 他要求怎樣 很簡單 你當作人家 台南的食品就是 第一 你不能有烤河騙 我們的烤河騙會大得快 會爬它 所以像你吃過季 如果有南烤河騙會大得快 但裡面會比較空 陰洞 對 英雄陰洞 第二 你不能用起算這個 起算這個王來吃起來 不算 他人家說王來就是 稍微賺會賺 會賺 那個王來比較好吃 所以你不能說 為了要賺賺 你拿起算這個 這兩樣不行 再來三種農業 你不能用 如果這樣你符合這個標準 我就買 所以上禮拜 他不可以派這個代表 我們就是讓他們直接對接 他們是通路上直接貪 農乎接觸 直接去掙櫃 你比較有幫助 如果套過你 不用套過你 所以他們就動作說 這樣什麼叫賣 兩千三百萬 你知道嗎 我一公斤賺一塊就好了 一公斤賺一塊就好了 你知道賺多少錢 對嗎 所以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就是說 讓你們去對接 這樣下去 他身份 大家有消費者 可以吃到 燙和豪宅的翁來 而且翁來又越買越大 到我去找我就送他 賀魚子 我說這今年 他就動作 因為每天我都有翁來 親像大家家庭一塊一樣 好朋友 他來我請他吃飯 他跟我說 你們那個市長有邀請我 三月要去訪問 你們的市長是黃偉哲還是韓國瑜 韓國瑜 你是台南 你不要說對 他就這樣說 我聽單都拿了 而且我這次帶去買翁來 買翁來什麼 是大手翁來賣 但是馬總統去看 他不知道 他說他賺五十幾 之後一兩千萬 他就都沒買到 沒買到 所以他小孩跟我去說 兩家你有告訴你 你還不買 你才會翁來 你還可以說到 我說我不買 我已經翁來 給你們買四五年 是沒買到你們家的這樣而已 所以他去 這位來看人 就準備 想借他買五十幾 一百塊 這樣他今年就幾乎兩三千萬 這個 打帝的收入 他就沒了錢 所以韓國瑜今天 告到這個 霸高雄的余總裁來 我有心情 我剛好 拜託 馬總統 我說你現在去看翁來賣 希望他今年翁來 可以買得比較好對不對 我拜託你做一件事 他說什麼事 我說你 你給我先簽一本車 我記得簽一本車送給那個 宜總裁 這個就是白高雄 他現在要做事 這個總裁 阿嬤總統跟他說什麼 會我農民良多 照顧我們台灣的農民 我會簽一本他一直很高興 我們是這樣在告白 尤其我們去到那個 臨新生的面前 我說來來來 經燈這麼好 簽了你五十塊幾 兄弟簽一下 他要簽 他們公司的法務組說 總裁這個不能簽 我說是怎樣 他說龍蟹兇事我兄弟 不行我們現在要經過法務審查 你要簽任何次 要經過審查 他要做事 就不能跟我們簽約 他說沒關係 這樣你們回到台灣 我就需要派人去看 東西怎麼可以 就出發 現在要出發 他說晚宵就要出地殼櫃 所以後面五十塊很快就出發 尤其我們現在台灣的農民這麼厲害 因為我們這廣灰可以演技 所以一年燙天 翁來是要做十三個月才行 現在高雄人家是這樣 一年燙天你都可以吃到翁來 所以韓國瑜那時候準備好就對了 現在一星期一班 我說這些官公代言的人 如果下去 下次要賺大錢 每一個拖帆 他心裡就 你現在問高雄人 他就覺得已經賺到錢 那氣氛就出來了 這就是高雄的願望 快樂的氣氛都出來了 蔡總統所說的 不要再談九二共識這件事 不過為什麼陳明通衝突到尾 都沒有直接進入主題 難道這是來寒暄畫家常的嗎 韋翰 孫悟空他是翻不出 盧來佛的五指山的 可是孫悟空基本上 他是不會被唐沾上給壓得死死的 除了緊箍咒之外 所以當陸委會跟陳明通 是唐沾葬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壓不住韓國瑜的 當然這一場會面 我們背後去想看看 觀眾朋友可以試想一下 陸委會他的業務是對大陸失誤 那高雄市政府是大陸嗎 為什麼會跑去見高雄市政府的市長 陸委會過去曾經去拜會過 我們這樣22縣市的首長 說我陸委會要來拜會你嗎 業務上有往來沒有問題 所以今天這個政治動作太明顯 就是蔡總統他 那麼要陳明通去跟韓國瑜談 談未來的兩岸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配合陸委會配合中央 一再強調幾個點 第一個北京不是吃素的 現在你要跟他做生意 將來你就要付出代價 所以千萬五湯 他基本上大意是這樣 可是韓國瑜也告訴你 非常清楚了 國防跟兩岸還有外交 我市長是不會碰的 可是就像蔡總統 他的九二共識 從他選前一直講 維持現狀 不講此 一直到最近1月2號的時候 堅決不要九二共識一樣 這個是蔡總統他的選舉 他的策略 而且他拿到選票了 韓國瑜他在選舉的時候 告訴高雄人 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來高雄發大台 就是要跟大陸做生意 東西要賣過去 而且希望觀眾可以來 他的選舉的承諾是這樣 你現在突然來了一個 陸委會主委告訴你說 五湯 然後我就配合你 所有的兩岸計畫全部終止 這樣合理嗎 這樣子韓國瑜能夠跟他 拿到89萬票的選民來面對嗎 所以基本上 韓國瑜做韓國瑜的 韓國瑜做市長的 不過這個會面 也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陸委會不急著去跟 國民黨黨主席見面 他急著要跟高雄市市長見面 因為代表說現在的民進黨 所在乎的 在野力量的兩岸政策 他們認為是韓國瑜在主導 韓國瑜不但是主導 而且韓國瑜他有一個帶頭作用 他的成功會帶來的15加1 所謂的15個國民黨先生 跟一個將兩岸一家境的台北市 的一個互動的一個狀況 3月的時候 大陸會有類似像 例行郵輪的大郵輪到高雄去 當然他不會直接進來住 可是他停靠在高雄港附近的時候 現在計畫是這樣 到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有 因為我前一陣子有訪問 潘恆旭局長他在講 這個東西也需要陸委會的同意 所以高雄市會不斷的 跟陸委會提出 在他的業務拐匣範圍之內的 兩岸互動 包含觀光客跟賣東西等等的申請 可是如果陸委會 一直要去強調一個就是統戰 去強調說因為危險 因為大陸不是吃素的 所以我們要小心步步為營 不要去接觸 那就會違反韓國瑜 跟他的選民所做出來的承諾 跟選舉支票 很簡單一句話 其實這個就是2020總統的前哨戰 其實已經開打 不講前哨戰了 就是開始的第一步 蔡總統要把2020的總統大選 定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一樣 就是反介入夠台灣 就是你跟中國大陸走太近 親共或者是跟中國大陸互動 最後的結果都是危險的 就是出賣台灣 所以請你跟我一起 但是整個會談下來以後 我的了解原本陸委會是希望就是 跟那一場蘇貞昌還有蔡英文的會面一樣 大家五分鐘行李如宜 在記者面前談一談就好 後面可以來一點 這個所謂的閉門會議 不過韓國瑜方面是堅持 是全程公開 有什麼可以不要這個 好 給大家看 公開當然比較好 所以就會出現這些高來高去 什麼上民下通成民通 什麼大致弱於韓國瑜 然後再來一個絕頂聰明 接不下話不然弄住 整個下來唇槍舌戰的結果 大家看得出來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但是韓國瑜小勝 因為畢竟 韓國瑜勝是不是 對 他小勝 為什麼 因為畢竟蔡總統這麼多年以來 也只講了中華民國台灣 有沒有 他還要加台灣 陳明通沒加台灣 講了六次中華民國 所以這一點的話 韓國瑜講得太好了 我們也是很樂意看到 非常溫馨 非常溫馨講到中華民國六次 所以韓國瑜小勝 我剛剛也講 這也沒有什麼攻防 或者是說誰贏誰輸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 蔡總統把他的兩岸策略定調 希望這些縣市長不要 不跟他的兩岸的策略 是反方向的 就是我是借機用人 可是你卻是主張要互動 而且要經貿往來 這個跟我的方向不同 是不是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對大陸 這個就是反大陸 不要太過親近的主軸 就是蔡英文總統2020的 總統選舉的兩岸策略的主軸 他恐怕不是抱著很大的期待 或是目的而來 因為他也曉得對方的底線 對方的玩法 他連碩數論文都看了 他大概曉得韓國瑜 就徹底研究了 而且你要跟韓國瑜鬥嘴 其實在台灣目前 沒有一個人鬥得過韓國瑜 你有把握嗎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 但是如果我有資格的話 我覺得我還可以 這不是說我吹牛 但是問題是這樣 他昨天韓國瑜的定位 是不錯的 他說你是唐三仗 那我是孫悟空 你是中央 我是地方 就兩岸市的話 你管得到我 但其他的東西 你管不到我 這個是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陳明通代表中央 要把他框住 就是說 他其實不太在乎他講九二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 本來就是兩岸之間的一個 互相表態的話 可是他不在乎誰講九二共識 我覺得九二共識一直開頭 國民黨沒有好好做這件事情 九二共識不是用在國際社會 因為在國際社會 你不需要九二共識 你邦交國就講中華民國 你非邦交國你已經講中華台北了 所以外交事務是用不著的 這一點國民黨一定要講清楚 而且國內要不要 國內也不要 因為國內這個就是你的國家 你何必九二共識 這個三方面外國國內跟兩岸之間 九二共識的適用與否 還有怎麼用 我想我應該在這裡就提醒指責要回去 報一報你們的上級 你這個三個方向的用途 九二共識的適用與否 你講清楚了就沒事了 你現在為什麼講書科幣 講書民進黨 就是國內這一塊 你被大家混淆了嗎 就是說你投降了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你講清楚沒事 所以應地質疑 不是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不過大佬你的前提是講書了 可是這件事情講書了沒 可能要2020的選票投出來才知道 我是認為沒有 我是認為國民黨的空間最寬廣 就是不會講而已 但是我看你的來賓裡頭 尤其是藍的 尤其是那些這個火候不夠的 一天講完 講說國民黨完了完了 現在習近平出招了 國民黨現在就是在三方面裡頭 他最糟糕 你具體點名一下 到底是誰講好不好 孫大謙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你們怎麼那麼健忘 對不起 我又再度傷害了他 沒有 還有兩岸事務專家 趙春山也這麼講 他們都對國民黨很擔心 國民黨就是不會講 但是空間還有 時間還有 所以還來得及說 我今天交代我們的高級黨工 我回去講一下 但是問題是 他們看電視就知道 不用我轉大 但是昨天這個 當然韓國瑜是講來講去 陳明通講不過他 但是我覺得 你說陳明通講不過他 講不過他 但是我覺得這個分數要怎麼打 如果你說陳明通的分數低一點的話 並不是說陳明通差到哪裡 是韓國瑜厲害 你想 因為讓的陳通 我覺得這個跟個性有關 我在本節目裡頭一直都在講 政治人物是個性決定命運 命運決定未來 你看陳明通昨天就是 不像一個內閣大臣 所應有的高度 所應有的風格 你看一看囂張 然後就是沉不住氣 然後輕挑 你怎麼講自己是上民下通陳明通 你又不是大和尚對不對 還有你這樣講 現在是有的內閣官員都要當網紅 所以一定要來一點順口六 不是 上民下通那個是和尚講的 你知道嗎 你不是佛教徒 你不能這樣亂講 只有聽過上經下平 開玩笑 你覺得我可以講上吐下瘦嗎 當然不可以 這樣也還罷了 他講韓國瑜說大致弱於 那個韓國瑜 這是不對的 你大致是讚美人家 弱於呢 韓國瑜心管 韓國瑜心管一定很嚇 我擱頭摸擱頭 我看他敢說 所以他講通明絕對 所以大致弱於這個四個字 就好像大監弱巧那一類的話 你是不能用來形容對方的 用來形容對方的話 表示你心不存善意 所以這個時候坐不住 兩隻腳開開 走得這樣 說得這樣 很囂張的 北京都在看 北京看到你們台八子的 主管兩岸事務的人 是這副德性的話 北京就在笑 你知道嗎 北京跟他很熟了 我知道 又不是不認識 對 但是很熟的話 這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場面 顯露你的德性 所以人家一看就起來 沒辦法 沒這個人比較壯 所以但是他昨天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宣達上面的意思 宣達政令 第二個我覺得是表演 表演給誰看 我覺得不是表演給北京看 是表演給國人看 也表演給這些國民黨 剛剛當選的這些縣市看 所以他才全程公開 全程公開 全程公開就大家都知道 一旦全程公開就是表演了 所以從頭到尾都是表演 所以昨天此刑的目的 是一點都沒有達到 但是陳敏東可以回去報告說 我已經盡責任 我盡力了 如果這是總統交代的 我覺得總統恐怕沒有交代 但是他回去他會 一定有報告 以他的個性 他一定覺得說我不入使命 但是我覺得他昨天對於他的 那你覺得他有不入使命嗎 我覺得他根本就沒有使命 他根本就是沒有帶什麼使命來 所以也雙手空空來 雙手空空回去而已 點點看慢慢的這條線 這是龍劍一下郭在講的 我今天同意惠文哥的論點 今天隔空喊象 惠文哥一直在講 國民黨最強的不是四大天王 不是打麻將小相公 是韓國瑜 這的確是 今天才同意 但是韓國瑜不會出來選 幹嘛拆散我們 但是韓國瑜他沒有這個意願 你覺醒的也太晚 他現在好好的 做他的高雄市長 大家知道我剛剛其實也講 他不是國民黨黨主席 他也不是總統參選 但是陸會主委 卻要去跟他溝通兩岸政策 因為他有影響力 有影響力的人才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專訪圖表的第二個 導播我們再看一次 我完全同意的就是 民進黨在2018年輸的 如果你說外顯上的理由兩大 當然後續還有很多 白綠分手跟韓流 白綠分手 就是柯文哲跟民進黨都出來選 韓流就是韓國瑜很強 有影響力 2018民進黨因為這樣輸 2020民進黨如果還要再輸 也是這兩個理由 現在柯文哲要選 大家越看越清楚了 媽媽 知道他要選 所以白綠還是繼續分手 但第二個部分 韓流 要不要繼續重擊民進黨 還是也會重擊到白色力量 就是關鍵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斷的在強調 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柯文哲 在民進黨跟韓國瑜之間 他選擇韓國瑜 可是當年在民進黨跟韓國瑜之間 他選擇去民進黨 他並沒有在新潮流 要把韓國瑜 從北農總經理逼下來的時候 去把這個事情擋下來 我就是要力挺 他當然跟他關係不錯 後來也去雲林看他 可是你看他那個所謂做事認真好爽 不會咕咕摸摸 很有魄力 他當時沒有這樣跟新潮流講說 這是我的人 你才敢換掉 我才敢拚 沒有 他還是 沒有 就是外科醫師 昨天我們不是在講嗎 一隻眼的小鹿有沒有 柯文哲在講這個話 是給大陸聽的 因為此刻他需要講這個話 等到3月他去美國的時候 他一定有另外一套說法給美國聽 所以同樣的道理 在韓國瑜離開北農的時候 他選擇的優先順序是新潮流 我跟新潮流雖然開始交惡 可是我不得不屈服 韓國瑜是被犧牲的 而現在在韓國瑜跟民進黨之間 他選擇是韓國瑜 因為2020柯文哲如果想贏 他也需要韓流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 什麼我們兩個配在一起 能力很好 秉甫坐在我的對面 韓國瑜來幫秉甫 我也在我們深門紅紅裡面講 這個就是很清楚的訊號 我們是朋友 但是我不是你的 我不是你的世韓 我不是你的幕僚 所以現在柯文哲 他如果希望能夠贏的話 這個紳士是必須要建立在 韓國瑜是他的友軍的情況之下 郁教龍也曾經講 如果你當我的敵人 我不知道你能撐多久 如果韓國瑜是柯文哲的敵人的話 那麼他的對手很弱 民進黨的這個基礎就會被破壞了 因為他有更強的敵人 所以如果柯文哲2020 想要贏總統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其實也不用 討論太多什麼他會不會選 基本上大家看 就是要選的 應該是會選 他要選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是朱立倫跟民進黨是 賴清德的時候 他只贏4% 可是如果把國民黨的那個人 再換過來 變成是韓國瑜的話 基本上賴清德的強 跟柯文哲的無法那麼強 結果就是一起輸 那就是國民黨贏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 柯文哲他的2020 必須有兩個基礎 白綠分手跟韓流 白綠分手超自他自己 我只要選了白綠就分手了 就民進黨的總統參員 跟白色的理想 可是韓流這塊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此刻必須要用的 這個極效藥就是韓流 不斷的強調我們兩個很好 可是我昨天講了 今天再講一次 截至目前為止 至少的確還沒見面 從11月24號到現在已經 今天1月24號了 還沒有見面 兩個月過去了 畢竟還是沒有同台 雖然不是敵人 可是也不是那種 可以一起拉著上陣的 所謂的柯韓配 這種東西網路上大家有人講 可是如果倒回來看 如果韓國瑜真要選 去當柯文哲副總統 韓國瑜自己來選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 他會贏得這個選舉 他何必去跟柯文哲搭 大家看這個民調就有 所以柯韓配沒有什麼 夢幻組合的可能性 如果願意跳進2020這一局的話 絕對不會去當柯文哲副總統 今天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韓國瑜他落選了 高雄市市長 而國民黨也按照 國民黨的傳統就是敗選者 可能就是永不入用 對 就沒有 我覺得有可能 我不知道大老是不是同意 就是說他吸收過去又回去 他們兩個其實好像也可以合 現任的高雄市市長 韓國瑜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真的要投入這個選戰 他何必去當白色力量的副總統 他直接當國民黨的提名人就好了 你現在黨內初選的話 柯文哲去跟他配好了 韓科配 這樣的話他是白色力量 他也沒有政黨 他可以當富的 如果他要的話 這樣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北高兩個市場同時出缺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柯文哲要選是很確定的 韓國瑜沒有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這個外科醫師的眼中 他的最好的戰略位置就是 我現在讓大家 形塑一個情況就是 那個最強的南霸天韓國瑜 是我兄弟 所以我可以跟他 有力量上的結合 所以我會贏 基本上他想要形容是這樣子 你剛才說2020會 重到2018的形勢 就是說柯文哲要贏的話 第一 白 綠要分手 這一定分手 因為他選了 他選就分手 第二就是韓流要站在他這一邊 柯文哲就絕對選不上 你覺得韓流會站在他這一邊嗎 不會 不 當然不會 他希望有 不是 當然不會 希望沒有用 希望不會變總統 大老你說多有就沒有了 我也一天到晚 從小就是希望了 要當總統 對 我跟許信良一樣 國民學校的時候 實際上我知道就這麼希望了 現在問題是 這種不可能的事情 他跟我們共生 這個也就是說 為什麼他昨天 又要講了那麼長篇大論 來替韓國瑜暴取 所以民進來跟著他相鄉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 丁丁在選的時候沒上來 這一次我們丙府要選的時候 他要錄影 你可以說其他兩個燕姿 什麼漢子也都只是錄影 但是我在友台 我就看不過去 我就看不過去 我說到底 你為什麼不來台北市 你說你沒得贏 改天 怎麼沒得贏 我說你一次沒來 高雄市真的白費待舉 你叮叮的時候你沒來 你說你欠柯文哲一個請 叫柯文哲的老母說的 我們都行 都在地 沒消息對不對 現在往到兵府 就沒消息了 你還沒得來 你跟我說你沒得贏 一大高鐵起來是幾點錢過而已 我喊話了第二天 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我 但是畢竟我喊話以後 他現在兵府要來解密一下 他真的上來 但上來也不是很下功夫的 因為時間很短 效果很好了 對 看得不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是在看 就是說韓國瑜漸漸跟他 因為第一點人情緩了 人情緩了 互不相牽 第二點 叮叮你完全不來 現在兵府你來了 所以我們的距離有在變化 所以我希望你正在我這裡的 可能性越來越薄了 所以他說一下 現在又重啟這個戰火 修理新潮流 然後就替韓國瑜講話 看看韓國瑜能不能夠 舊情輔染 再鼓情 鼓情咪咪 鼓情咪咪 這傻吼 你不猜你IQ一百五十七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的 因為你選舉越到了 這個現在一年吧 選舉越高 韓國瑜的黨性越強 韓國瑜一定要靠回來國民黨 我說你不可能不做這個事情 他如果說這種事情 越來越挖柯文責 越來越離開國民黨 你又麻糬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會麻糬 他也不會做這種事 不要地上瓶 我質詢他 我在議會質詢他 質詢他 且要表態 你會不會錯罵他 錯罵他 對 你看 當然要錯罵他 不能質疑 所以這種事情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 你不太妄想 你說他的兩個條件 第二個韓國瑜會過來 韓國瑜不會過來 不會 我也覺得不會 所以這樣我們今天就下集了 柯文哲 2020 不會選上中共 但是根本也沒有過來 他一定會參選 那一定選不上 但是剛才那個民調大佬 如果看到那個民調 現在韓國也沒有表態要過來 柯文哲已經是領先了 不是 這個沒有關係 你看那個賴慶德 賴慶德不會比姚文智差 對不對 他有過了姚文智門檻 你覺得最後 你覺得最後到了2020開始投票 真的投票那一天 你覺得朱立倫會比丁丁差嗎 當然也不會 那意思是說朱立倫這個也沒有 低手中拿那麼多 他也沒過低手中門檻 但是你看國民黨沒有歸隊的 現在只有19到20% 所以不高你知道嗎 所以柯文哲看這個數目 他願意在國民黨這邊下功夫的 空間不大 但是他為什麼又有寒流 因為你看看中立選民 中立選民你看46 42 都超過40% 韓國瑜對帶動中間選民的票 來歸向柯文哲的肯定 所以這些是挺韓 但是不挺國民黨的 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 這個韓國瑜會那麼笨 那麼傻 所以今天不可能 你看看 如果是蔡英文的話 民進黨 民進黨就靠向柯文哲的34 如果換成賴清的話 回來一點 就剩下26什麼一點 8% 8% 你跟我說一點 你生氣你是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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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平復 8%你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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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 我補充一下大佬看法 大佬看法我就同意 但是我跟大佬 最後的結論就是 這樣的形勢之下 一個白綠分手 但是沒有含有的柯文哲 剛剛大佬的結論 就是絕對不會贏 但是我的看法 就不完全一樣 就是他還是有機會 我跟大家報告 機會在哪裡 賴清德現在是告老還鄉 他沒有老 不好意思 坐紅色遊覽車 他21都比15高 未來他真的開始初選 你說他也不會是21 他會比較高 對 我覺得賴清德會比較高 這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國民黨基本盤 基本上不會只有29 當你選到總統的時候 當然不會 我覺得40基本上 應該沒有問題 這種情況下 柯文哲怎麼還會有空間 關鍵就在於他是總統選舉 當你是市長選舉的時候 像王世堅議員講的 蘇雅不倫 欺負官司 你看 楊文哲有24萬票 這些人其實也知道 我投給楊文哲是沒有用的 他不會當選的 可是我還是要投給他 可是等到是總統大選 最後關鍵的幾個禮拜的時候 你說慶保會非常這裡 我覺得 我現在在這邊講 當領先者 這是為什麼現在 柯文哲可以放開手 去罵民進黨 罵新潮流 然後去捧韓國瑜 因為他現在需要的是泛藍的 因為綠的那一塊他不用管了 等到最後他只要一直維持 贏民進黨那個參選人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你講氣寶就對了 對 就沒辦法 因為選總統的話 他是統獨的問題 他覺得說反正你最後一定要停我 而且你最後不停我 我還可以回去當市長 所以那種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發生氣寶 而且是非常嚴重的氣寶的時候 即使國民黨的參選人 不管是不是朱立倫 有到40%都未必能贏 所以我就說韓國瑜不挺柯文哲 會讓柯文哲的勝率非常低 但是絕對不是0 就是說絕對不可能這樣 有可能 沒有人會輸 沒有人會輸 有 現在已經有人輸了 現在民調 你看民調不準 那要看什麼才準 民調是一時的 當三角度起來的時候 現在我民調也低 剛開始參選一樣 那也是三角度 一個白色力量 一個民進黨 我是藍營的 那個選區我都沒有經營過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的鄉親 我一到海邊到山上 他們講你會贏 我說不會 我民調輸 他說你現在輸 再一個月你就贏了 可是這些打麻將的人氣 跟你不能比 不是這樣就是說 當然 現在說有四個太陽 各位要了解 太陽四點半一後就變色 所以太陽是在四點半一前 會補四點半一後他就變色 所以不用擔心 你擔心下去 你不能說他13%就輸 逆轉勝利我聽過 所以為什麼說 當時每一個人都會贏 他才會有表態 現在沒有表態的剩下 大概馬總統他沒有表態 其他人都算表態了 黨內的話 吳主席他也還沒表態 他說他還沒有 對 黨內的機制就是你剛剛 這個提名機制 不必經過黨章修正的全代會 你為什麼要提出一個 因為常委有提案權 你為什麼要說黨員投票 一票變兩票 其實黨員投票 就是用這種方式 非黨員的投票 類似美國式的 1996年 許信良跟彭明敏就弄過了 那個時候我有去投票 你給他去投票 你當作民進黨 不是 他就開上市的 他就是你拿我們的身分證 身分證去 他也是用一個布袋蓋的 那時候民進黨打炒創 這麼困難 你就拿這個身分證去 他還是給你蓋一個戳章 身分證上還是要註記 對 他給你註記 他也蓋一個三角形的戳章 然後他給你一個銅板 裡面就有一箱是許信良 一箱是彭明敏 你把那個銅板投在哪一個 那就算 他們到時候就用這個來計算 所以你不一定要黨員 因為那個時候 民進黨的黨員很少 你怎麼去做初選 你那時候投給誰 我投給彭明敏 你的原因是跟剛才 王世堅投給無尊醫生一樣的 這個就有問題了 就是說我投兩遍 我為什麼投兩遍 因為我有兩張身分證 一張補發的 那當時他們沒有 所以這個就這樣 他沒有辦法確認 他不是電影 你來亂的就不違法 你來亂的就對了 這不是違法 就是說他的初選就這樣 那是民進黨補發的 但他身分證沒有辦法 不嚴謹 辦法說 就是相當不嚴謹的 他沒有辦法確認你的身分證 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要修訂說 一個黨員票變成一票變兩票 就不意思 你將會不賠 聽得撩得撩皮 這個只要中常會通過 把七三比改成五五就好了 就是民調50% 黨員投票結果50% 這樣就好了 那要看中常委能不能同意 比如說像江啟成你會同意嗎 中常會通過以後 不要那麼複雜 將來這個辦法通過 有要參選的人 有意願登記完了以後 你們再協調 協調就是 如果不願意全民調 那就是黨員投票 黨員投票就是占百分之多少 就是中常會可以修訂的是這個 你現在弄到一票變兩票 那頂多就是46%對54% 他這樣整期你就會咳嗽 你覺得46還不夠 百分之50比較夠 黨員投票可以弄到60 民調占4% 都可以 那你要 社會觀感人家看 怎麼在看你國民黨 現在是人家看你國民黨 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會這樣 我就像豬在吵擋這樣大家來 吃飯就請求三戰入部 做工請求投票過多 在選舉的時候 在扁的時候 民進黨當局的時候 大家出來在扁都騙特林鄉 你知道這些人 大家出來跟民進黨輸贏的時候 都騙特林鄉 現在在投票你說有加分 我們都沒有加分 也是要扁 人家出來調整你也要去面對 但是你在扁的過程中 黨員跟所有的民眾有在看 包括反對我們 他也說如果國民黨就要讓這個 因為這個怎麼會彎 所以故事這樣 每一個政黨就是要找出最強的 如果科批繼續在這裡45 40 6 43就對了 我想說三民人要選頭 他們都很疼 三民人要選頭 他們都很疼 所以這個東來猶豫的規矩 你如果三回兩回 如果我們說議員 你當作議員 12月25你跟他打酒精 你都不可以把選民交付過 我交付17年 現在這樣說 你總共鄉鄉 三月要定期 你三月就交付三個月 你就跳出來說我要定期選議員 我跟你說 不要說你多紅 三民看你眼睛來 他對你就打分數 就把你截掉 你要調整的人 如果說他就很不在經營 你去調整就欺信 你穩四人 你這個合併 你這個撩油 撩油又沒有車輪 你怎麼可能有人要這樣 你現在是怎樣 有我們報恩 有收報收 沒有收出來連身體 沒有人這樣 所以定期都假的 譬如說南台灣等困難的時候 沒有人要選 旅逢一六年 沒人要選 要不要再去跟拜託 去跟政調 這樣就二分之一的調整 所以黨的制度 不要再冰錢亂 三年 五年 事實在轉變 你認為對你比較有利 你就來改 如果這樣 沒要對中相會結果稍微調整一下 中相會等級以來的選舉辦法 都不用調整一下 在馬總統起來的時候 他也調整過了 就是說本來三百十個在選而已 沒辦法改成千幾個在選 是不是可以改成五千個在選 這樣你要算就算不算夠了 看你多不算 本來就是這樣 黨的體質改變 所以會把這個管市中立立在做中相會 當然 這就是王主席的地位 擴大這個骨刺 會有這個人 他可以進入中相會 自然 時高提案 有這個案就會過 不有這個案 他就不會過 所以國民黨實在說 現在現在 沒有稍微寒流一個過 一起來 應該十五萬次 大家想說 感染一塊冰在涼 我跟他說 像這個天氣 還這麼熱 這已經是真過了 寒流有來 冰感 你試試看一分鐘就容易了 國民黨這局 你是要典現一個大街 叫給人民看 人民現在在看 你現在有機會執政 如果你現在就在爭 爭到讓人民 屁民 到月後 我跟你說 離空離空 你這種的越爭 可批動選的紀錄越高 因為第一 對蔡英文 對民進黨 可能他們沒有要怕夢 希望 看國民黨你們怎麼典現 結果國民黨典現出來 就是感覺說 這是在爭一個管理理 如果我在這裡聽到跟你報告 可批動選 不用再練 尤其是這個國 如果不在地上就對了 繼續在那裡 人民最討厭看到這種的遊戏 這叫做共町的島嶼 八成最討厭看到這個 你們再伴這齣 你看人家可批狀狀 一個人說怎麼 怎麼漂亮 雖然我們坦白說的是 市場也沒有建設 我們可批你也不用收起 我跟你說 你三房三中交通 忙到現在看要對下去 市場有做不做 不管 但是他就給人感覺 你也看那些年輕人說 他跟我說可批就很真 就蓋你兩塊跟我說很真 有話直說 你們這個都在那邊回 回 回 回到最後還回回來 你民伯省會討厭 如果有美式初選的話 王世堅最想投的是吳敦義 最不想投的是韓國瑜 是這樣嗎 不 我心裡其實最想投的 剛好相反 不過 可是我會去投的是 我會去投的是吳敦義 因為我的看法 我之所以會投吳敦義 我的看法就是說 我要繼續看下去 看國民黨 看吳敦義還能鬧多久 這樣子的方式 還能鬧多久 因為吳敦義其實司馬昭之心 吳敦義一直認為說 國民黨最困難的時候 失去政權之後 包括財務上的問題什麼 都是他去張羅的 所以就人情義理而言 他覺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應該還他一字 至少很多場面是他撐出來 可是這些想法 跟多數的黨員 其實期待是不一樣的 其實很多黨員其實了解說 國民黨不要再爭了 就是說你還有很多隱藏性的黨產 就是他認為吳敦義 這個貢獻沒那麼大 就不用假了 你現在那個角度滿特別的 剛才龍介兄一直在萬探這個 其實龍介兄萬探的有一些道理 每個黨都一樣 每個黨簡單講 你如果以二分法來看 黨裡面都分兩組人 一組是衝組的 為了理想價值 去對外作戰的 衝組的 另外一組是撐骨組的 撐骨的就對了 你衝衝的撐到差不多 他出來撐骨 散後 減便宜這樣子 一直都是這樣 任何政黨都是這樣 所以你心有七七焉 對 我很理解這樣 因為我也是 風太久了 我將來不去撐人的骨 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要面對 其實是更嚴肅的 其實是社會一直挑戰國民黨 一直要國民黨答覆的 這個部分民進黨不但答覆 民進黨拿到證券以後 民進黨都有做 就這四大方向 第一個 你跟中國的幾代 跟中國的連結 對 這四項必須說 你跟中國 你對中國這個態度立場 我們台灣的價值 跟中國的國家的分裂 是在哪邊 第一個 對中國 第二個 就是對過去的高壓威權獨裁 這一部分的轉型爭議 你的態度是什麼 第三點就是說 你們過去不公不義的黨產 取自國家社會人民的黨產 這個你的態度是什麼 第四個就是年金 這個年金過去 有一些不公平的制度 這個年金的改革 未來怎麼樣共同面對 我們國家未來財政可能的困窘 所以這四大方向是社會 一直要國民黨拿出態度跟立場 如果國民黨有辦初選辯論的話 事先可以去當提問人 對 其實我最適合是當提問人 我覺得這四個問題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他每一位候選人 都是用含混帶過的方式 包包做一包就對了 反正就是說能混就混 能帶過就帶過 因為他們在比方說這四大候選人 他們四個是互相比 只要我不比你太差就好 所以他們是四個互比 他忘了說你要跟整個社會 你忘了把韓國瑜放進去 因為韓國瑜早就說他不選 我相信他也沒有那樣子的 政治野心 所以如果韓國瑜要選 他絕對會強過這四個 這是大家心裡面 都有數的事情 不過你剛剛認為說 吳敦義的種種缺點 然後他在國民黨內如何如何 這件事情 可能會被吳敦義認為說 他是民進黨最怕的人 因為他過去都說 他是民進黨最怕的人 所以由他來選是最適合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罵他 真的有扶龍的效果 我罵他 是我真的希望他出現 看他能不能被我罵 成才一點他就出現了 其實他出現了其實是 其實民進黨比較好選 大家近在不遠中 近在不遠中 事先真是非常難操作 他的這個扶龍發威的範圍 我覺得制度跟人選都很重要 當然人本身 他有沒有這個競爭力 他可不可以贏得大選 這是最關鍵 因為你如果人本身實力很差 制度再怎麼機關算盡 最後其實還是贏不了大選 必須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一個制度 看起來真的是滿詭異的 為什麼黨員要一票乘以二 請問選舉的時候投票的時候 黨員一票可以抵兩票嗎 不行 如果不行的時候 在整個大選當中 你放大了黨員的比例 請問換來了什麼 只是自己在同溫層 自己自我感覺良好嗎 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國民黨員 要認真想清楚 不管你是中常委 不管你是民意代表 或者是一般的黨員 大家只要想一件事情 我們有沒有辦法推出一個最強的人選 最能勝選的人選 而且在民調裡面 其實是最高的 有可能打敗柯批的人選 推這樣的人出來 那才是大家的共識 其他機關算盡 只是為了特定的支持某一個人 而設計出來的制度 或是推出這樣的人選 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 真的愛護國民黨的黨員 想要看到的結果 所以其實很遺憾 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 這整個初選制度 討論這麼多 我覺得從我們贏到現在 請問全國觀眾看到了國民黨什麼 每次上新聞 看到國民黨的新聞是什麼 是這個中常會在開什麼會 然後又是選舉制度 搞東搞西 這樣子我們可以真的 有把握贏得2020的大選嗎 別忘了TVPS最新的民調 朱立倫其實是裡面最強的 朱立倫出來差柯批是6% 其他人差的是10幾%跟20幾% 我們都沒有贏 都沒有贏的情況底下 我們自己內部還在算計說 什麼樣的方式可能都有得分多一點 我只問 任何一個你可以勝出的人 你有沒有把握你可以打敗 今天如果柯批出來 你有把握你可以打敗柯批 可以贏得大選 我覺得每一個在算計的人 自己心裡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不是贏得國民黨的初選就好 贏得國民黨的初選 是你要代表國民黨有辦法 就是2020獲得勝選 這個問題才是大家應該要問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不要小看 每一個國民黨黨員的智慧 我相信過去失去政權這四年 大家都感受到痛苦 民進黨的這種阿拔的方式 極權的方式 然後修理這個敵對陣營的方式 大家是看不下去的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拿出一些智慧出來 今天討論各式各樣的制度 都可以討論 但是拜託這個制度出來 必須是一個公平的制度 而且是找出我們最強的 這個2020的候選人的制度 絕對不能私心自用 這當中如果有刻意的機關算盡 或者是私心自用 大家都非常的聰明 大家真的看不出來嗎 一定看得出來 而這個會傷到誰 是傷了國民黨這個政黨 而且恐怕也會阻礙了2020 是不是真的可以贏得大選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從勝選到現在 真的現在看起來 我個人覺得 沒有太多可以開心的氣氛 因為我們整個政黨的表現 並沒有讓大家覺得 我們有更往前進 別忘了民進黨這個政黨 他大敗之後 他現在在做什麼 我覺得他很多事情 他試圖從大敗當中一直站起來 請問我們國民黨贏了之後 我們有沒有更多讓大家覺得 你這個政黨了不起 很棒 不是真的討厭民進黨而已 而是我們做的很多的政策方向 做為就是民眾的按讚數 會越來越高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要問自己的問題 所以一直在這樣子的東西打轉 我只能說對國民黨會是扣分 不會是加分 你不是中常委 我現在也不幹中常委 唯一中常委在這裡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說 一個制度設計 就是要設計出 找出一個能贏的 會贏的 對不對 現在從媒體的 各種媒體的民調 只有韓國也能贏 大概 就是各種民調 現在二分之一又來了 他剛剛就職一個月 那怎麼辦 那你應該設計什麼制度 你有辦法去說服高雄市民嗎 如果是為了想贏 想要重返執政 重返執政的話 才可以施展你的報復 你這個政黨的政策 你覺得說 可以讓台灣現在的百姓過得更好 兩岸更和平 向前走 最後選出來你沒有贏 那不是回到 地方選舉其實不重要 你贏了16個縣市18個縣市 最後2020選完了 那還是民進黨執政 或是柯P執政 對國民黨贏這16席15席 是一樣的 沒有意義的 中美台三角關係 目前的情況確實是複雜 而且是風險高了 這個是我們台灣必須要理清楚的 也就是我們扮演的角色要想清楚 自己不要選錯方式 因為很危險 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先看到1月2號 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 40週年的對台講話的時候 他在講話的時候 和平統一是主權率 但是他有提到一個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是如果說有外國勢力 跟台獨的少部分的台獨人士 就是要把台灣帶向一些 他沒辦法忍受的一個情況下的話 他沒有放棄使用武力 這個時候的第二天 第三天也就是1月4號的時候 他就簽署了第一個命令 就是中央軍委會的第一號命令 這個第一號命令就是 全軍的開訓動員令就開始了 那就是1月4號 全軍的開訓動員令 他們要以實戰為標準 他們要以實戰為標準 所以所有的演練都是要 實際上要發生戰爭的一個方式 所以強度是很大了 強度很大 現在在1月23號也就是前天 1月23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三艘軍艦 它是從雅丁灣赴嶼 我們都知道雅丁灣就是有 索馬利的海盜 那個海盜裡面 他們在那個地方赴嶼的 三艘軍艦他們返航 然後中間就辦了一個 任務的一個接防 這個軍艦他們是由北海艦隊 所派出去的 目前我大概能掌握到的 應該是在大連旅順的軍港 一個是烏浮號 一個就是邯郸號 還有一個捕擊船 他們就是從台灣的東部 也就是菲律賓這邊以後 從台灣的東部這邊 開始往回走 那麼要回到他們的北海艦隊 就是大連旅順港的軍港 這個地方來進行整補 這是一個 這是在1月3號 那麼從台灣的東部走過去 我們國防部說 他全程的監控 但是這樣的一個航行 我們已經看到了 他們的強度在發聲的過程裡面 昨天 大陸有幾艘戰機 這個戰機的搭配 它是由轟6K 轟6K是目前大陸最主戰的一種 遠程的這種轟炸機 這個轟炸機 它可以搭載的是 長艦的導彈 每一枚的長艦導彈 大概是兩噸重 也就是說它的發射的距離 大概是在1000到1500公里 由空對地 可以打航空母艦 也可以打關島 它的飛行伴隨的就是空井500 空井500的作戰半徑 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滯空時間是9個小時 作戰半徑可以達到3000公里左右 它的飛行距離可以到8000公里 所以它是一個遠程的一種 空對地 就是空中的一個預警機 這個空中的預警機 可以在很遠的地方 由於我們地球是遠的 所以它可以彌補曲線的那些死角 它可以去對於空中的偵察 跟水面的偵察 它可以更早的能夠預警到 敵方的周邊的狀態 也就是由空井500搭配的 這個轟6K 開始進行比較強度高的一個演訓 這個演訓就是從南部的廣州 這個地方起飛 南部的也就是南部軍區 這個地方起飛的時候 經過巴薩海峡 經過巴薩海峽我們剛剛強調了 轟6K的作戰半徑大概是3000公里 那麼搭配了空井500 空井500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可以飛到8000公里左右 所以它是遠程的 由廣東到關島的距離是 3500公里 所以它應該是經過巴薩海峽的時候 應該是朝關島的這個海域 這個地方進行沿海的這種作戰演訓 那麼它去以後 當天又從原路徑又回來 所以它是從我們的南部巴薩海峽 去演訓完又回來這條路 在這個時候下午 美國的兩艘軍艦 一艘導彈驅逐艦 另外一艘就是補給艦 就開始穿越我們的台灣海峽 穿越台灣海峽的時候 由於台灣海峽的中線 是屬於國際海域 屬於國際海域 對美國來講它要展示的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印太戰略中的無害的一種通過 也就是它所謂的航行自由 但是它只能沿得中間走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往中國大陸這邊靠 或是往台灣這邊靠 進入十二海裡的話 對中國大陸來講 你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挑釁 而且你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不友善的一個動作 大陸很有可能 就會採取一些動作 例如說它可能派軍艦 那麼去跟你進行一種 比較高強度的一種對視 要不就是派這個戰機 在你的軍艦的上空 那麼進行低空的一個飛行 給你比較大的壓力 因此我們看到了美國的軍艦 在穿越台灣海峽的時候 它是完完全全的遵守規矩 也就是說如果它的動作 有挑釁的動作的話 它會遭遇到它也沒有辦法 預測的情況 所以它只能規規矩矩的 那麼以我們叫做溫和的姿態 也就是以溫和的姿態 遵守國際的法的規定 從台海的中線這樣子航行過去 在航行的過程中 中國的一些監控的軍艦跟飛機 就在這個地方看著它有沒有違規 如果有違規 他們就會立刻做動作 這樣的一個動作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美國也遵守規矩 所以中國大陸也遵守規矩 中國大陸就按照時間 就通報它的飛行的一個路徑 美國這樣走的目的 就在於說我還是存在 但是我們都已經很清楚知道 當一艘軍艦 靠近中國大陸的這個海域的時候 這個軍艦本身是危險的 因為以中國大陸 現在的各類型的導彈系統 它要摧毀這些水面艦隊的話 其實是不難的 因此對美國來講 只是說展示我存在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它已經不能夠對大陸 構成一種心理上的威責 這個沒有辦法達成政治的效益 也就在這個時候 在上個禮拜 中央電視台也就是央視 它公布了他們的東風26的一種 實彈的發射系統 這個東風26的實彈發射系統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它把目標達到 也就是說它是打什麼 它是可以打航母 它本身也可以摧毀 這個關島的軍事基地 因為它可以裝核彈頭 它也可以裝常規彈頭 還有他們也展示了另外一套 系統叫做東風17 東風17它的精準度更高 而且它本身的攔截力更難 也就是說 美國的防空系統 要攔截這種導彈 它很難 因為它是一種可以變軌的 可以變形飛行姿態的一種 一種飛行 尤其速度非常快 一般估計在5馬赫以上 因此以美國現在的防空系統 很難攔截 一般估計8枚左右的東風17 可以擊回一個航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大陸在這段時間內 它在它的一種海空的作戰力 一直在展現 而且訓練的強度是越來越高 其實中美目前在進行貿易的談判 可是在軍事方面 彼此之間在較量的情況也在升高 台灣在這個時候我們國防部 公布說我們在1月24號 我們有派我們的無人機跟我們的軍艦 在我們的屏東這個地方有聯合作業 但是由於台灣的無人機的發展 起步比較晚一點 目前還在努力的追趕中 不過我們的無人機的作戰半徑 跟滯空的時間跟它的作戰能力 目前是弱了一點 還需要再加強 但是以台灣的情況 如果一昧的往美國島 其實會把台灣帶向一個比較危險的境地 其實我對於柯文哲提出的三角理論 就是台灣的活動空間的三角理論 其實我是有很多的思考 因為台灣的活動空間 確實是需要美中台三方關係 都處得很好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擴大我們的活動空間 如果美中台的任何一方 例如說兩岸的關係不好的話 我們的活動空間自然緊縮 中美的關係如果不好的話 那麼我們台灣的活動空間 也一定緊縮 絕對不會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關係好的時候 台灣的活動空間無限的窄也不會 所以我覺得台灣要在 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要扮演 讓他們的關係和好 我們跟大陸之間 我們的關係要和好 這樣的話反而會使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會處在更好的一個地位 而不是我們一昧的討好美國 結果我們跟大陸的關係搞壞了 然後結果讓台灣願意被美國人打牌 而造成了美國人 跟中國大陸關係也搞壞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的活動空間 反而不利 FM 如果總共聼這個位置 我們一起掌握一下 我們必須來的討論 到我們會讓台灣 有關 我們會繼續看 我們會 estr討論 我們會再打開 государ技大事 我們會4次走